今天给车友们分享一下RV4融放升级改装电动尾门的过程 开始拆卸尾门盖板 拆下原车液压杆 更换高配电动车杆 原车的卡位装上 另一边拆下原车液压杆 换上高配电动车杆 原车孔未穿线无损安装 拆下原车液配门锁 换上高配电锡门锁 装上尾门控制模块固定好 主架装上尾门按键 尾门关闭键 装上尾门盖板就完成了 开始展示 打开尾门的三种方式 钥匙解锁键 尾门关闭键 主驾驶专用按键 非常实用的电动尾门 省时又省力